Hello,大家好,我是Austin 每周我都会更新一些股票与大盘的分析 记得订阅我和点击小铃铛 那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视频了 在周五11月20日 每股B40三大指数的走势是呈现了小幅度的下跌 市场目前的情绪是比较纠结的 上个星期和这个星期的疫苗消息已经得到了消化 很多投资者都渐渐反应过来 目前距离得到疫苗还有一段时间 美国的新冠疫情持续恶化 周五的确诊人数又在创历史新高 超越20万大关 眼见疫情越来越严重 而且又开始失控 Pfizer和BioNTech已经是忍不住向FDA要求 紧急通过疫苗给一线人员和重患者使用 在周四,纽约市长也在发布会上警告 他有意在下周或下下周发布新一轮的封锁措施 封锁的对象包括了餐馆及健身房 并希望能够在封锁几周后稳定的再重新开放 看来疫苗虽然是已经发布好消息了 可是现在却卡关在FDA的通过程序 果真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因此在等待疫苗通过的同时 市场很多投资者就开始买入疫情受益股 为有可能到来的封锁做一波避险的动作 可以看到一些疫情的受益股最近就开始迅速的上涨 比如Teladoc在四天内就涨了10% Zoom和Peleton在周五也分别涨了6%及5% 而今天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时是下跌了0.42% 自从纳斯沾上跳空缺口的支撑后一直都保持着横旁震荡的走势 纳斯目前是出现了上升三角形的形状 有比较大的几率是会往上突破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目前纳斯的MACD和RSI指标是跟股价出现了背离的情况 我们知道如果越多指标同时出现相似的讯号时 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所以当有两个指标都出现背离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特别留意了 一些最高科技股的看管也要小心大盘会有回调的风险 如果真的回调的话 那股价就会下探之前的两个跳空缺口的支撑点 相反如果纳斯突破压力的话 那我们就会看到新一波的高点 标普500指数收盘时是掉了0.68% 在周一,Moderna的疫苗消息发布后 股价是创了新高点 但是并没有继续走高 反而是出现了回调 反映出市场对于疫苗的乐观情绪是渐渐下降了 标普500也是出现了背离的情况 而且MACD是向下低头了 看来标普500是有意向着之前突破的压力线去进行测试的 如果股价跌破的话 那我们就有可能会进入新一波的回调了 道琼工业指数一直都是比较弱势的 周五收盘时是跌了0.75% 道指在周一疫苗发布后 股价终于还是创了新高点 可是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受控 所以道指还是回落了 目前的支撑线依然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在之前股价突破W仅限的位置 虽然纳指和标普是出现了背离的情况 但是我们要知道消息面是比技术面更有影响力的 而每次当市场出现不安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资金都会流向较有成长空间的科技股 而在疫苗面试和经济刺激方案通过前 股价都会出现持续震荡的情况 直到市场得到一个确定的方向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更新一支 我在很早期就介绍过的隐藏股 DraftKings股价代号为DKNG 我在第四期视频就曾经对DraftKings做出了不会买入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却改变了我的看法呢 我当初不会购买DraftKings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候依赖州政府能否合法化线上赌博的消息是不明确的 再加上当时候股价是出现了抛物线上涨的情况 所以我当时就在要不要加仓DraftKings的股票是做出了观望的决定 而到了最近DraftKings的未来成长却出现了一些改变 DraftKings一开始的主要业务是集中在梦幻体育的赌博业务 而在2018年才正式加入线上体育赌博的业务 这也是DraftKings未来的护城和激发展方向 目前在全球线上体育赌博的业务还没有完全的开发 只有在欧洲各个国家才有比较广泛的被使用 欧洲的线上体育赌博已经是发展的非常成熟及发达了 因此借鉴欧洲的线上体育赌博 再加上目前新泽西州的数据显示 如果线上体育赌博在美国全面合法化的话 单单在美国就会有高达180亿美元的市场 这也是DraftKings现在主要的市场 博彩行业相较于其他行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业务 就好像以前的酒精合法化及现在拟定的大麻合法化 各界都有着非常大的分歧 在北美线上体育赌博是属于一种非常新的市场 这就代表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在2018年最高法院是推翻了之前在体育赌博的法规 让美国各个州属自己选择是否要通过体育赌博的合法化 在这项判决生效后 美国的一些州属就开始合法化体育赌博的业务了 而DraftKings刚好也赶上了这般快速发展的列车 截至今年第三季度 DraftKings是在美国的十个州属拥有合法的经营权 这些州属的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20% 而DraftKings是目前线上赌博业的佼佼者 DraftKings的手机应用程序下载量 目前是在App Store排名第一 所以用户人数也是比其他的竞争对手还多 DraftKings最近股价上涨的原因 是因为有另外三个州属是逐渐通过了体育赌博的合法化 现在美国一共有24个州是已经合法化体育赌博了 我相信在未来更多的州属都会通过这项决策的 而到时候DraftKings的股价也会随之起舞 之前有消息指出如果拜登政府当选的话 体育赌博合法化也会加快发展 可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个政府云得大选 合法化体育赌博也会是迟早的事 因为疫情封锁后 美国政府是已经花了很多的钱 赌博业的税收是比一般行业更高的 所以如果体育赌博合法化对社会没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话 那体育赌博合法化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同时又能够缓解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压力 此外篮球名人麦克·乔丹将以特别顾问的身份加入该公司 尽管他不会参与日常管理 为了获得他的创造性投入 乔丹也将获得一些股票作为补偿 而根据市场分析师 给出DraftKings的目标价为平均的61块美元 距离现在的股价还有27%的上涨空间 在21位分析师中 有6位分析师是给出了持有的评价 而另外15位分析师是给出了买入的评价 最高的估值是来自Loop Capital的Daniel Adam 给出的100块美元 比现在的股价是多出了一倍多的价格 Adam这么看好DraftKings的原因是因为 他认为美国线上体育赌博的市场是高达300亿美元 而非公司估值的200亿美元 而且他认为作为排名第一的线上赌博业者 DraftKings能够在这快速发展的行业 拿下更多的市场 但是这仅仅是Adam的个人观点 其实我们必须注意 Fanjo是DraftKings线上赌博的强大劲敌 2016年 DraftKings曾经试图跟Fanjo合并成为一家企业 但是却被当时候的政府以防垄断为由 阻止了这项合并案 如果当时候DraftKings和Fanjo合并的话 的确会造成垄断的情况 因为他们两家企业合并后的市场占有率 将会超过50% 说完消息面后 我们来看一下DraftKings的技术面 DraftKings目前的股价走势是出现了 Higher High和 Higher Low 这就说明股价是在一个上涨的趋势 我们在股价下方的Low和Higher Low 画出一条趋势线后 可以看到MACD是出现了Low和Lower Low 在10月份股价开始回调后 MACD下跌的幅度是比第一次在6月份下跌的时候更大 然后股价就开始往上涨了 这就已经是形成了Hidden Bullish Divergence的形态 中文是隐藏的看涨分歧 在第二次下跌的时候 MACD的指标显示的跌幅是比较大 证明出货的数量已经是超卖了 当出现超卖后 有大户开始进行吸货的情况下 那就会推动股价持续上涨 因此在技术方面而言 DraftKings目前是属于强势的牛市形态 看涨的几率非常大 而第一个目标价的压力 是在55块美元左右的跳空缺口 如果下次股价遇到这个压力的话 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小幅度的回调或震荡 如果股价有望突破这个压力的话 那下一次就会挑战股价的新高点 之前我们说过 股价会在这些价位出现回调和震荡的原因 是因为有很多被套的投资者会在这些价位开始卖出股票截套 所以对长期投资者而言 这些波动是不必理会的 除非公司的基本面出现了严重的情况 虽然DraftKings在美国无疑是纯属的线上游戏 但他绝不是没有竞争的 目前DraftKings最大的竞争对手是Fengio Fengio是在2018年被一家英国的企业 Flueter Entertainment收购的 他们在欧洲及世界各地都拥有庞大的博彩业务 旗下最有名的业务是Peddy Power和Bedfair 单单在英国和爱兰就拥有超过600家分店 面对有40年经验的竞敌 DraftKings能否从他们手上抢占更多的市场占有率 是我们在未来必须关注的 由于DraftKings在线上赌博的护层合比较低 所以他的品牌知名度和名声能不能为他们护航也有待观察 进入线上赌博的门槛也似乎比较低 因此不排除以后一些大型的博彩公司 也会在线上赌博这方面分一倍更 如果越来越多传统的博彩公司转型来抢占市场的话 那DraftKings的利润也会被稀释 除此之外 DraftKings还必须应对监管的问题 美国不是每个州都开放线上赌博 目前仅有24个州是合法化的 但是12个州包括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等人口密集的州 最近是拒绝了线上赌博法案 因此全面合法化有可能不会像多头认为的那样快速 万一这些州颁布了长达40年的禁令 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州 这还有可能对DraftKings造成一定的压力 最后我们也必须关注 线上赌博公司在以后会不会面临进一步的监管审查或更高的税收 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及赌博问题相关的新闻方面 税收提高就代表公司的盈利将会下降 我个人是认为DraftKings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而且就算没有全面合法化 公司在未来的营收依然是相对可观的 目前他们只是在10个州营业 而他们第三季度的财报来看 营业额是比去年多了一倍 我在欧洲也发现这里的博彩业已经是发展的非常好 而且不是只有老人家才会赌博 很多年轻人也会想要支持自己的球队来为自己的球队进行下注 这对他们来说其实就好像是对自己喜欢的球队 给予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对自己则是一种娱乐的消费 他们比较在意的是球队是否会获胜 所以长期来看 DraftKings能够继续扩展到其他周时 营业额肯定也会比现在来的更高 但是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类的股票波动比较大 所以如果想要投资DraftKings的话 必须要能够承受这些短期的波动 否则我劝你还是不要碰DraftKings这类的股票比较好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边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视频的话 希望你能帮我点个赞 要是我的频道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知道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另外我想通知大家 我也会在频道的讨论区 不定时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股票的走势 记得去看看哦 最后呢 容许我在这边打个广告 还没有开通美股交易平台的观众 可以使用我的链接注册eToro的账号 eToro平台简单容易上手 最适合新手开始学习投资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